昌花和美 夜姓三兄弟全都瘦成了皮包骨 住在旧市的三合院里面 老大身体不好 老三赤账 靠着老二打零工生活 三人平时有一餐没餐 贫困的处境在曝光之后 也引来社会大众暖心救援 原本空空的冰箱现在塞满了救援物资 屋内小小空间也放满了一箱又一箱的保健食品 泡面跟罐头 三兄弟营养不良 老大才因为发高烧 目前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只能限制留职的食物 老三则是住院治疗 老二已经回家休息 另外还有扇心人士订了一整年的自助餐 要免费提供给三兄弟 希望这一份爱心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让人生能够重回轨道 先议员也喊话如果民众愿意提供爱心 也可以汇款救助 不过大家的爱心救援治标不治本 很难长期供应三人的生活 所以为了能让三兄弟在未来能够继续稳定生活下去 必须还是得由当地的社会处持续关怀 而在17号社会处已有派社工进行访试 后续会持续给予医疗跟生活上的协助 再重新评估三人财税后 也会另外帮忙申请相关补助 新闻城市中章话场报道